比核武器还要强大的武器。中国出现一位女博士。拉近于美30年差距。 说起雷射武器,大多数在都是在科幻片中见过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到底存不存在雷射武器呢? 雷射武器是一种利用定向发射的雷射属直接商目标或使直失效的定向能武器。 雷射武器主要由雷射器和跟踪、瞄准、发射装置等部分组成,具有快速、精确打击的效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期间,美苏就有研制雷射武器的实力了。 赞助商链接 在现代化战争中,雷射武器应用十分广泛,各个大国都希望走在世界前沿,在早年,美国的雷射武器技术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数次使用雷射武器成功机无人机 中国近些年才击触雷射武器,不过中国的发展很快,几年的时间就达到和美国相同的水平,此前有报道称,中国能够研制应出对低空目标的沉默猎手武器系统。 不久前,有报道称,在中国的辽宁舰上出现了一丝雷射武器的系统,可以看到辽宁号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发射器,国外专家称。 中国的雷射武器已经趋于成熟,发展超过了西方国家的预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雷射武器会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说起中国的雷射武器,不得不提起中国的一位女博士,侯敬博士,她在超连续谱光源中的研究堪称超前。 甚至一举将美国从领先世界30年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中国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如马伟明院士,黄旭华等等,他们为了中国鞠躬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 说起雷射武器,大多数人都是在科幻片中见过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到底存不存在雷射武器呢? 雷射武器是一种利用定向发射的雷射鼠直接商目标或使直失效的定向能武器。 雷射武器主要由雷射器和跟踪、瞄准、发射装置等部分组成,具有快速、精确打击的效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期间,美苏就有研制雷射武器的实力了。 在现代化战争中,雷射武器应用十分广泛,各个大国都希望走在世界前沿,在早年,美国的雷射武器技术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数次使用雷射武器成功机无人机 中国近些年才击触雷射武器,不过中国的发展很快,几年的时间就达到和美国相同的水平,此前有报道称,中国能够研制应出对低空目标的沉默猎手武器系统。 不久前,有报道称,在中国的辽宁舰上出现了一次雷射武器的系统,可以看到辽宁号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发射器,国外专家称。 中国的雷射武器已经趋于成熟,发展超过了西方国家的预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雷射武器会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说起中国的雷射武器,不得不提起中国的一位女博士,侯敬博士,她在超连续谱光源中的研究堪称超前。 一举将美国从领先世界30年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中国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如马伟明院士,黄旭华等等,他们为了中国军工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